疫情經驗廣東營業 國體的寺廟就天天的開封 本民眾去炒敗 它有一天的防疫過夜下 來滿足民眾信用的需求 沒有外來接種的行動 在台南中西區就有一間寺廟 它沒有問候它調的體驗作為堆臉 但是關心人眾的 美洲多位防疫線頭 會意氣量的 美改風期間 信徒還在準備好獎品 神信參拜 台中六神宮街廟前廟 廟房用心準備好各種防疫措施 長期兩天分就像消毒地下 就希望透過防疫期間 提供信徒利便給參拜的環境 南外廟房 替別統一路線金 法頭先師 文昌帝君 來到本土耳利和神尊 都想到今天 本信徒就算沒有發出妙廟房 和那時代通向 敬拜給市民做面對面的交通 明改風期間高鐵界廟日 台市都會唱這樣 同鄉族白頭廟前鋼場 本民眾參拜 無開放優道廟行 滿足信眾的信仰 請求同心靈安慰 同鄉發誓的南右宮也會強迫 信眾永修拜 就算沒有好職場 先堅決心 並沒有人會同媽祖母的 距離來源來改變 我們的心態是陷入兩難 有時候非常的不捨 但是在防疫當先的考量之下 我們還是必須這麼做 信眾他們不會有什麼抱怨 台南和歷史文化孤獨 又按照富翔 去那兒哈希代日 既日、廟日和歷史建築等等 從富翔路開放途 由於一間規模 不會進太陽廟 才只不簡單 兩廟內在他組織 在民眾參拜 軍師請運法 對福建共襄來臺灣 為何替方拾止去十廟 為何感染請運法 對替其的公憲 所以同廟名 改造運法宮 南外的防疫期間 廟方改相性的對臉 上年在照顏待後出門 就沒有煩惱 下年在照顏噴鬆笑 一生就沒有 幫連太太跟照顏待後四十四 一天到的時代很驚訝 其實看到廟方寫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心裡其實也是會心的一笑 就是說感覺就覺得說 神明跟我們之間是很貼近的 對 然後這樣其實看到 就是有些如果信眾來到這邊 然後他剛好是拿下來的 其實有時候廟方也不用說 為了要跟信眾講說口罩戴好 有時候可能會 民眾有時候 會比較不理智的 可能會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反應 那其實這樣我覺得還不錯 以前期間廟日配合防疫 重視公共衛生 也孤獨民眾的信仰心理 既吃五相片 老粉心 綜合報道 我以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